为弘扬中华文化,以美术为基础,提升美学素养及美术职能,促进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通过展示会员们创新的作品,欣赏不同艺术形式和题材风格,展现台湾丰富美术内涵和独特风格,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推广,相互交流、切磋,传承与创新并进。 碰撞出新的艺术火花,并在各自领域中大放异彩,展现才华在国际舞台,让更多台湾优秀美术家们能创作出传世佳作。 中华美术家协会2024年6月29日在彰化大佛风景区孔子学院,与中华物丰林加工宝帝国艺术中心总会,台湾硬笔书法协会,中华诗词艺术协会,中国诞宁书法学会。 台湾硬笔书法艺术协会,艺术梦想家文创协会,中华天马世界书画会等文明艺术团体。 在红条跟大律师的见证下,艺杰金兰缔约成为姊妹会,增进美术家们彼此的友谊和合作,相互支持与合作交流,一起努力为弘扬中华文化艺术共同携手前进。 非常感谢中华美术协会理事长王海峰,特别发起邀请了这八个内政部登记的艺术团体,在八卦山大佛风景区地节姐妹会,由八个艺术团体来共同合作,一起弘扬中华文化艺术。 银生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起,有助于艺术团体的合作,正所谓素大便是美,团结力量大。 一个艺术团体所能举办的活动非常有限,藉由八个艺术团体不但可以增加彼此举办活动的内容及数量,更有助于每个协会的曝光。 同时,每个协会在举办会员连展会员大会时,可以增加开幕的致辞贵宾以及自证的贺词,来使所举办的活动更热闹更热烈。 再来,由于这八个艺术团体分布在全国的北中南各地,有助于全国的艺术团体的互相交流,而不会局限于当地的区域。 例如,工宝地活艺术中心总会在中部,那藉由八个艺术团体的结盟,便会有更多机会去北部或南部做交流。 这样也可以使整个协会的知名度、无光,还有会员的交流会更热烈,这对艺术家有更大的帮助。 再来,东华物丰宁家工宝地活艺术中心总会的宗旨,就是要推广艺术工宝地、工艺工宝地以及文化工宝地。 所以,八大艺术团体的地结签约,对工宝地活艺术中心在全国的发展,以及未来到世界各地的发展,有正面的帮助。 藉由每个协会的人脉以及资源,有机会将八大艺术团体扩展到两岸三地,甚至世界各地,例如美洲、亚洲、欧洲、澳洲等等地方。 藉由互助、合作一起努力弘扬中华文化,可以把中华文化艺术发扬到世界各地,一起为中华文化艺术发光发热而努力。 这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所以相信八大艺术团体的地结,对弘扬中华文化艺术,以及对每个协会的发展,都具有正面的帮助。 所以,这也是一个立足点,也是一个新的契机。 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弘扬中华文化艺术。 据了解,由中华美术家协会会长王海峰发起。 结合内政部登记,台湾硬币书法协会理事长许其成, 中华诗词艺术协会理事长谢明辉, 中华物丰林家公宝地国艺术中心总会理事长林品生, 中国但宁书法学会理事长林慧莲,台湾硬币书法艺术协会杨静江理事长, 艺术梦想家文创协会理事长李皇婷婷, 中华天马世界书画会理事长王沁海, 本著相互支持合作,一起努力弘扬中华文化艺术, 并在台湾最有文化艺术气氛的彰化八卦山大佛风景区孔子研究学院, 缔结为姊妹会,其中,台湾硬币书法协会理事长许其成特一节金兰缔约成为姊妹会传师, 中华美术家协会理事长王海峰也特别绘制八巨马画作作为祝贺, 深具异议, 当天下午则是动静融合王海峰大师与罗慧老师的书画邀请展开幕典礼, 双喜临门, 欢迎台湾各界踊跃抽空前来欣赏画作, 共享盛举,记者邹志中报道。